現在算我們兩個都別生自然的人 大家心裡不覺得毛毛的嗎 沒錯 不然現在也沒辦法坐在這裡 尤其現在最近籃球跟演藝圈 都對有一點事情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王隊長阿凱 歡迎來到我們的體壇大小事 那今天呢我們其實邀請到了一個 非常特別的來賓 他的自我的控制力 應該跟我不相上下這樣子 那我們歡迎我們的哈總哈孝遠 耶耶耶耶耶 我平常比較習慣跟汪汪 汪魏傑一起錄影 想不到今天跟凱哥 汪汪我們等一下可以聊汪汪魏傑 汪汪魏傑最近也是被 還是先不要好了 他應該最近我猜差不多了吧 但是我們兩個對不對 看得出來我們兩個都別生自然的人 大家心裡不覺得毛毛的嗎 沒錯 不然現在也沒辦法坐在這裡 尤其現在最近籃球跟演藝圈 都對有一點事情 我們這裡像是有風險 風險很厲害 風險應該很高吧 風險很厲害 沒事沒事我們都節身自然的人 好啦我們看一下這集播出的時候 我們哈哥還站不站 你看你自己站不站嗎 Cue一下哈哥 這一集我們就直接講重點 那其實在修賽期期間 我們有很多事情 其實是球迷想要知道的 是是是 包含在這時間點 台啤好像聽說 嗯 台啤就是要一手 不帶T1這樣子 我們應該說台啤英雄這個球隊 嗯 當初T1要成立 沒有球隊 一開始只是設定要四個球隊 中信 海神 台中泰亞 然後 雲豹 呃沒有雲豹 雲豹跟獵鷹是後面 後面 那就開始苦尋第四支球隊啊 對於台啤來說 台啤每年的預算 就在四千萬 然後就真的不夠 所以 這個T1聯盟呢 就想辦法找到贊助商 就找了一個 智祥運動行銷公司 嗯 他每年又再預祝了 一千五百萬 差不多四千萬 然後兩個隊很笨 玩一個職業球隊 台啤英雄 台啤英雄 就這樣子就加入了T1 台灣英雄公司 他們還是一直 希望做的就像我講的 培養好的年輕球員 培養籃球人才 那加入T1 真的就是一個使命感 我覺得現在 台啤也覺得他們的這個 差不多做的事情也到了 因為台芯要組一個新的球隊 那台芯他們這麼大的一個企業 有更好的一些資源 他們有更多的預算 來加入職安球隊 那他們希望可以打T1 然後很多人就會問說 台芯不是贊助孟想家嗎 對 對 但是因為台芯他們可能 聽說 聽說在孟想家那邊 想要更投入更深入的 可以在對於這個籃球隊 可以有多一點的這個支配 或者有多一點的事情可以做 還是被拒絕了 沒有撕破臉啦 對啦 反正 凱開很有錢 沒關係啦 不是剩凱開吧 不是剩凱開吧 你是旺旺 你不是凱開 對 好反正重點就是 那既然有一個更大的一個企業 願意想要進來T1的話 那我們台啤 本來就不可能要靠直男來賺錢 然後也不是要靠直男來打知名度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就回去SBL 繼續做我們這個培養 所以台啤在這一季結束之後 就要回到SBL去 對 台啤英雄這個球隊就沒有了 所以我身上這件衣服就是絕版的 所以等一下會拿出來簽名就對了 等一下 初清啦 對對對 38塊一件 這個部分啊 我有一個問題應該是很多球迷朋友 有一個問題是球迷朋友想問的 對 台啤英雄在當初剛投入T1的時候 其實大家對於台啤英雄是非常的期待的 是非常期待 因為其實T1的所有新球隊裡面 應該大家最認識然後公認最有品牌的 應該就是台啤 對然後戰力最完整的 對 那他怎麼去看就是台啤這兩三年 這樣子的成績對你來說 你覺得台啤在T1的角出的表現是幾個的嗎 當然是差強人意 但是我也不諱言的就是說 我們這一批球員可能在T1剛開始 第一年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本土戰力確實是算是最完整的 第一年雖然說打到季後賽 然後第一輪被幹掉 但是接著而來的在暑假的這個跨聯盟邀請賽 純本土打 那我們也打到冠軍 雖然說富邦沒有打 然後這個海神沒有打 但是中信有打 跟中信也是打得非常激烈 然後最後算是小比分的勝出 然後拿到冠軍 那我認為也證明了 確實我們那一批本土球員的戰力 是很完整的 但是不要忘了真的 直籃還是必須要高級的 那洋將就會牽扯出很多問題 其實做翻的就是錢嘛 不管是看P-League還是看T1 那其實幾乎所有的洋將有一半以上 其實都是熟妹頭 對 就是他會來來回回拉派 來來去去 你看刺東有時候在台北 然後又去了太陽 對 但是他不會跟他就不會跟卡幣同 為什麼呢 為什麼 我們剛剛聊的 各位 我們可以自己去稍微查一下 我就看人家光正經到什麼時候 我很正經啊 我是怕你出事啊 我跟你講 我沒事 關到你自己了 為什麼每一次都是這些 羊將是 對說熟面孔 就 對對對我來說 我覺得有些羊將他就是不行的 可是他就是 會去到別的球隊 那難道台灣找羊將的管道 永遠就是只有這些嗎 必須有打安全台 對 我們看到這些球員 他們都是來過台灣 然後在其他球隊表現好的 我們沒有那個粉錢去 我們花大錢 來了不行 不OK 那對我們來說是損失 很大的損失 所以我們很多熟面孔 比如說像大聖 我們最早找的是希克斯 來了以後打了一場熱身賽 哇 膝蓋有傷 這是我們覺得很可惜的 那再來比如說像大聖啊 像塔幣啊這些 他們都是在其他球隊表現得很好 像哈總之前在場邊有跟大聖 打Kiss 打Kiss嗎 對對對 其實我們很常看到就是哈總的一種情緒控管 就是有時候會在場邊爆怒啊 爆炸啊 然後有時候就會很開心啊 這樣子 這兩三年的經驗來說啊 就是哪一些洋將 他的態度是讓你印象深刻的 不管是好還是就是不好這樣子 目前接觸起來 他的態度算是最好的 對 希克斯 為什麼 因為他買Uber E會付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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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宗一直強調 他有付錢 但是 他分得很清楚 他說他該付錢的就付錢 然後如果說是 想好了 人家請他的 他就一直跟我強調啦 我也我也 這是他說的 他要請我的 我當然不會付他錢 但是我該付的我都會付 他是這樣子 我們不是總經理了嘛 對不對 我們就把我們聽到的事情說一說啊 有一次我們比賽 然後那場比賽好像打了兩次演一場 世宗當然那時候下來休息的機會很少吧 他那場球打了我看 58分鐘 他打了大概52分鐘 比完賽就說哇賽 你真的體力很好啊 25歲 年輕人就是這樣子 所以 Last night Weed Time 哇我嚇壞了 再過嗎 再過嗎 你還沒有講到大勝 對大勝 大勝的事情就是這樣 他本身是一個打球非常有熱情 非常激情的一個球員 他情緒非常的high 有時候他會覺得說 我這麼好的一個球員 我每場可以攪出二十幾分 十三四個籃籃 火鍋可以打個三四個 然後抄截起碼五十三四個 太全能太全面的球員 但是他會認為說 你應該球都給我 讓我來做持球的動作 但問題他持球動作就真的爛了 他經常做什麼向後跳投 然後要不然就是他的外線也不好 然後他的持球正面單打 他的做單打的這些動作 並不是他的強項 像early來的時候 那這是early的強項 那當然 讓early來持球 他來做一個finish 或者是他來 在旁邊做腳貨的動作 那很好啊 但他就不高興 所以他跟教練 跟我們的教練就有發生摩擦 溝通過幾次 沒有一個好的結果 那場球他就打一打 他下來 他就跟那個翻譯說 我不打了 翻譯就跟董教練講 那董教練沒空啊 他說翻譯就跑來跟我講 然後他說他不打了 我說不打是什麼意思 有受傷嗎 不舒服嗎 他說沒有 他就說他不打了 不打他問Kenny啊 雖然說這種事情 在我高中的時候有發生過 但我那時候不成熟嘛 對不對 我不是成熟的球員 我會有這種反應 你要說沒領錢啊 對啊 那時候沒領錢 不是 高中生做這種事情OK 三十幾歲 你怎麼會 而且你職業球員 我有給你錢耶 你怎麼可能在中間跟我講說 我沒受傷那我不打了 那其他本土球員 上不了場的 哇塞我想上上 還上不了啊 還上不了 你跟我說你不打了 那我當然受不了啦 來來來來 No No way 他不來 很氣 你你你你不打了 我說你不打 他不打是啥 我說你 哇他就爆炸了 他就跳過來這樣 對啊 就有一點在對峙 就有那個經典畫面 就被打起 那後來 我真的 我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我就跟他講說 Let's go outside